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來到我們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們今天的主持Kitty 以及我們的袁大明醫生 袁醫生你好 Kitty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講如何消滅蛀牙 袁醫生 我們現在蛀牙已經很普遍了 很多大人都會有蛀牙 小孩子很小都會有蛀牙 那是否有些人會沒有蛀牙呢 大家都知道蛀牙是很普遍的 但是呢 也有大概5%的人 是天生不會蛀牙的 所以蛀牙什麼引發蛀牙呢 其實都很值得去研究 但有些人是不會的 不論他怎樣亂吃東西 吃糖啊 吃那些澱粉質的食物 不多怎樣拆牙 不多怎樣照顧呢 但他都不會那麼容易蛀牙的 是有這些人的 但不多啦 5%得到啦 我亦都認識有些人是真的這樣 好了 當一個細粉仔 我相信大家都 沒有什麼人會喜歡去看牙醫的 坐在牙椅椅那裡 給些轉來轉來轉來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不舒服 但也知道呢 如果小孩子出生不久 一兩歲 一開始出牙的時候 已經開始住了 當然啦 一般的態度都是說 這些始終會換牙的 這個是乳齒來的 將來有痕齒出現了之後 慢慢地 然後會重新生過 會代替了 所以很多時候都不理他 但是知道 如果有些細粉仔 很早已經去煮牛 或者煮到很牙痛又成 那就需要去處理 細粉仔不會乖乖地 坐在牙椅椅那裡給你攪拌 很多時候就需要用全身麻醉 大家知道 全身麻醉是有風險的 簡單來講 可以令到你作嘔啊 或者煙腦或者作悶 但是你嚴重一點 當然不是那麼多出現 但是也會出現的 可能會腦部受損的 我記得在大人裡面 每二千個全身麻醉的人 會有一個是會有腦部受損的 這些腦部受損基本上是長期的 當然也有些情況之下 你會死亡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不是一個這麼好的方法 最好就是有些預防的方法 現在市面上 有很多有木塘唇的產品 沙律陀 他們聲稱可以有美白牙齒 預防蛀芽 保護口腔的作用 你對這些有木塘唇的產品 有什麼建議呢 很多人會看到健康店 其實沒有健康店 你走街邊去買那些香口膠也好 它都很強調的 有一種叫做含有沙律陀 XYLITOL 用沙律陀 就是說這個香口膠是含有沙律陀 對你的牙齒可以防止住牙齒 其實都在標籤那裡已經說了出來 但到底有些人會問 是否真的可以呢 是否只是一種推銷的手法 其實是否會有什麼科學根據呢 可以這樣說 其實沙律陀 已經有很多科學的證據 是證實有效的 如果多些人願意去採用 我們這些普遍的柱牙問題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很可惜 不是那麼多人知道的 當然如果你說 令到那個口腔更方向 當作美容方面去看 那些人會受落的 但其實 XYLITOL 這個木糖唇 已經證實了 是可以防止住牙 治療住牙的功效的 那XYLITOL是什麼呢 XYLITOL是一種天然的糖分 叫做木糖唇 我叫做Sugar alcohol唇 就是和酒精有關的 那麼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產代謝的過程裡面 都會自己製造一小量的木糖唇 那木糖唇呢通常呢 在我們的天然的食物 水果啊 椰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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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吸收足夠的木糖唇呢 是幫助我們預防那個柱牙的 那麼好了 在那些那麼多 在近年裡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科學的文獻呢 就已經是 就成三十年的歷史了 這些科學文獻 那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 其中有一個呢 在芬蘭有間大學 University of Turku 一個芬蘭的一間大學裡面的 那麼歐洲裡面 很多匈牙利啊 還有這些東歐國家呢 其實真的可以做了很多 這方面的研究 他們的過去的三十年的研究呢 都可以說呢 異口同聲呢 那結論說呢 Sylator Sylator 這個木糖唇呢 是可以減低豬牙 在十元仔和大人都可以的 這是最終的結論來的 那其中一個是芬蘭的那個研究 那這個芬蘭呢 他們是衡量那個木糖唇呢 一個是十年到十一 十歲到十一歲大的 十元仔裡面進行這個研究的 那這個研究呢 其實都幾嚴格的 因為他要做實驗的那些 那些學童呢 那要做很多的保健的 牙齒保健的工序呢 那譬如呢 要定期地拆牙 以及定期地用牙扇來清潔牙 那飲食方面呢 一定要跟隨一種飲食物的指引 那還有呢 他會做很多些 整體性的系統性的 的check up 身體檢查 那還有他也都要用那些 所謂Fluorine 那當時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呢 就都覺得呢 其實你做了這麼多 應該都足夠了 應該可以減低或者預防那個 那個注麻 那最後呢 他也都再加上這個木糖唇 那早期的估計呢 其實木糖唇 可能都是不太大的影響 是不是 但是呢 很奇怪呢 他發現了 他發現呢 那些學生呢 那些學童呢 如果每天呢 都去吃這些 含有木糖唇的香口菌 每天都喝 每天都去吃的時候呢 他那個注牙的問題呢 是減低了差不多一半的 OK 那 很有趣呢 尤其是那些 在這段時間 那些小朋友 是吃這些的 含有木糖唇的香口菌呢 他生出來的那些痕齒呢 是很少有有注麻的 那就是說呢 在這個關鍵時刻去做呢 那麼那個效果是 就是木糖唇呢 是那個保護力很強 可以減低它的注麻 差不多成百分之五十那麼多 好了 那另外一個研究呢 在中美洲的一個小角 的巴利斯 巴利斯 在墨西哥旁邊而已 這個 在葵地馬拉 瓜特馬拉 一個賭角 很漂亮的賭角 那他做過一個 我叫雙重蠻障 就是double blind study 那就是說呢 這個比較嚴謹一些的 科學的實驗 那就是說呢 就是接受治療的人 以及進行治療的人 都不知道他在用真 或者假的 或者安慰劑的 好了 那麼在這個 巴利斯這間 這個國家裏面做過呢 是對一千二百七十七位 學童做這個實驗 那麼他見到學童呢 就每日 每日呢 就要 照這些香口膠幾次 什麼都不准做 你總之呢 到時多後呢 你就照這些香口膠 那麼有些學童呢 用那些香口膠呢 就是普通一般那些 含有那些 借童的香口膠 那麼也都有些呢 就是用那個木糖醇 做的香口膠 那麼也都有一個呢 就用另外一種的糖粉來的 也都叫做山梨醇 就是一種一種糖粉來的 一種天然的糖粉 叫做Sylator 和Sorbital S-O-R-B-I-T-O-L 好了 那麼他們發現呢 40個月之後呢 每日照這些這樣的香口膠 包括周末 和放假的去做的 好了 那麼發現呢 就是用那個 用那個含有 那個木糖醇的香口膠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那個棗呢 他的那個 豬芽呢 是減低了百分之七十三的 那麼 而用那個另外一個 叫做山梨醇呢 又是另一種的 天然的糖粉來的 那麼他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六 那就是那個 而用那個普通的那些 蔗糖的那些 他又吃香口膠呢 他的那個豬芽呢 是增加了 沒有單止 增加了一百二十個百分之二十 那就是看著看著 大家都知道啦 吃那些糖多是不好的 那麼如果你就這樣 40個月裡面 晚上這樣見 你照一些含有 蔗糖的香口膠呢 那他們的豬芽率呢 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用那個木糖醇呢 是減低了百分之七十三 而另外一種的天然的糖 叫做Sorbital呢 山梨醇呢 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六 好了 那麼其他的國家呢 都就是說 差不多結論都很相似的 譬如其中一個呢 在一個叫做Estonia Estonia可能是一個 東歐的一個國家來的 那麼他用了那個 用這些這樣的 香口膠 也就是Sylitol的香口膠呢 還有糖果 給一些十歲大的學童 來進行研究的 那麼整體來說呢 就這些這樣的 Sylitol的香口膠 三年 三年 那麼就 再比較一些是 沒有吃香口膠的人 那麼發現呢 他們用這種的香口膠 Sylitol的木糖醇香口膠呢 他那個那個 柱牙的那個 那個 比率呢 是減了百分之五十三點五個 per cent 就是差不多減漲一半的 那個Sylitol這個呢 他們減了是百分之三十三 到五十九那麼多 另外一个在哥斯特尼加下Corserica有另一个讨论 这次不是叫你照香口胶 这次是叫你含有沙拉托的牙膏 再给一个对照组的牙膏 两种牙膏都含有枯的牙膏 三年之后每天要拆两千牙膏 含有沙拉托的柱牙率是减少的 减少了10.5%至12.3% 这就视乎你牙的哪个部位 听来说木糖唇真的钻牙很有帮助 你们的研究有没有说 木糖唇是否可以帮牙齿增加钙质和抗物炎 去补回钻牙的孔呢? 很多人都会这样说 你曾经所说是用了后预防它 如果你万一已经钻牙了 那是否没有牙唯一的途径呢? 其实发现不是的 原来是另外一个研究 也是Beliz这个国家的学童里面 他发现如果是用木糖唇的组 他当然停止钻牙的比率是差不多27% 而用另一个Sorbital 这组的山尼顺 他只是7%左右 而完全什么都没有用的时候 都有成7% 好了 很明显的是他将这个趋势 阻挡这种趋势 你刚才说的 如果已经住了 那怎样呢? 另外有一位叫牙医 是Steven Steinberg 他是哈佛牙科学院的 他说 他说不单止 它是可以阻止 或者防止 钻牙的比率出现 可以减低它 原来他发现 原来已经住了那些牙 其实都好像 你昨天所说 他会有钢化 有些矿物炎 是重新 是帮你自己补回的 可能那个洞会小一点 那就是说 就算是已经住了的牙 其实都可以帮得到的 嗯 那用木糖唇的产品 那是否用了之后 就保证你一生都不会住 那很多时候呢 我个人都很希望是这样 早点就以后一生都 都会保护得到 那原来真的是 他发现呢 如果一个小孩 如果在一个早年 即是两三年 用了两三年之后呢 那两三年之后呢 就算你不用也好呢 他发现呢 以后都很多小孩 以后都没有 都没有这种 我曾经和大家说过 为何有5%的人 是不会有针牙呢 那其实的原因 都是同一个原因 原来我们 导致我们的针牙 是有一种菌的 那这种菌呢 是一种葡萄球菌变种 就是英文叫 streptococcal mutant mutant 即是变种 那就是很明显 这种葡萄球菌 是变种而成为这种菌出现的 那这5%的人 是不会有针牙呢 原因就是 他口腔的环境 是不会令到这种的 引致针牙的葡萄球菌变种出现的 好了 那么 在过去的研究发现 如果那些小孩是早年 是叫他用这个 木糖唇来拆牙也好 或者做香口胶 两三年之后 就算他没有再做也好 他都没有再有针牙的 那就是说 有机会 你经历过一段时间 将你的口腔 因为这个木糖唇 是令到你的口腔环境改了之后 那你就不会针牙了 好了 那我们知道是什么 导致针牙呢 就是这种菌 那这种菌可以由 妈妈爸爸 传播到那个 那个小孩 或者是男朋友 女朋友 老公老婆 那样 通常是kissy 有些人问 kissy 都会的吗 因为这个菌 是可以用 因为绝吻的途径 是传播到那个口腔里面的 好了 那这种菌 通常是需要食物 通常这种食物 我们叫做炭水化合物 尤其是蔗糖 你知道我们的白糖全是蔗糖 还有些淀粉质 那这种菌 是需要这种食物 蔗糖的食物 和淀粉质 产生能量和成长的 好了 那如果我们口腔有很多这些菌 那这些菌 就会制造很多这些酸 是令到我们那个牙齿 会融化的酸 那和这种糖 我们吃的蔗糖 是会帮助这种菌的繁殖 好了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这种这样的 蔗糖 其实是一种糖 不过不是蔗糖 也不是我们所谓的 淀粉质般的白淀粉质 那如果我们口腔里面 有很多这种的木糖醇的时候 那这些菌不知道的 它会照样吃 是否当普通的食物 就去吃 那但是呢 这种菌是不能够化解 不能够生腾代謝 这种的蔗糖 那就是可以这么说 简单来说 它吃了这种木糖醇 它们差不多是熟死它 那好了 那因此呢 这种菌呢 就会慢慢地减少 是吧 因为它用不到这种的能源 令到这种菌 慢慢地的数量 一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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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导致呢 身体后腔里面 是没有了这种 令我们蛛牙这种菌的存在 那其实整个经济 那个机制 其实都是这样的 那所以要预防 就是不要再重新再被感染了 因为始终呢 我都说 你可能由捷蜜那方面 会将这些菌 重新播入身体里面 那当然呢 你可以时不时 用一下这些 含有 沙拉陀的香口胶 或者是含有 沙拉陀的牙膏 或者是糖粉 已经在市面已经见到 除了牙膏之外 很多时候 那些人用那些所谓代糖 那当然 这是一种天然的糖 这个沙拉陀是一种天然的糖 那你可以是将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的蛛牙率 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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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低的 好了 那我再跟大家再分享 一多少少这个研究 也都是Berlis 的 很多研究都是Berlis 的 那他们当时呢 就用六岁大的小孩开始的 由六岁大开始做的 那他叫他两年呢 就不断地 就吃这些含有 沙拉陀 或者沙拉陀 或者沙拉陀 或者一个控制 就是不吃香口胶 就是不能咬的 这样 他不断地做 那他做了两年 他做了这件事 五年后呢 那些牙医 就帮这些学童 做检查了 那当然牙医 也不知道 你知道了 六岁开始 就做两年 就是用香口胶 或者用Sorbital 或者不用香口胶 那他在说 第五年之后 才叫牙医 帮他来看的 那发现呢 用了那个 木糖唇 那组的小孩 他们在五年里面 只是出现了一粒半的柱癌 而已 OK 而比较用 那个 水泥醇 Sorbital 那组的人 他们的柱癌 就是两粒半 那么多 而反而呢 是没有吃这些 任何香口胶 一般那个 对照组 差不多是有四粒柱癌 那么多 OK 那就是说 可以说 可以看到 就是用这个 萨拉陀 这个方法 是可以将你那个 柱癌的风险 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九 OK 那就是 你也看到 这个作用 其实是很长久的 就是他虽然 用了两年的时间 但是呢 其实呢 他是继续 非常之 可以很长久 去用得到的 那么 可以这么说 总结来说 他们发现 他们可以预防 那个预防 减得的风险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三个百分之 而那个 可以 就算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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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痕痴出现的时候 都发现 他们的保护率 都都非常之好的 都可以减少百分之八十八 OK 那好了 如果你说 刚才你的问题 说 有没有可以 就是一生里面 都可以预防得到 那么关键性 就最好 在个小朋友 那个痕痴未出现 那些痕痕里面 就开始用这个方法 那就可以 当它再生出痕痴的时候 就可以有绝对的 保护性 OK 好了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节 再回来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袁医生 上一节你说到 牧唐唇在外国的研究 是证明了 可以帮小朋友如何预防珠牙 我们大人有珠牙 是否用牧唐唇也有同样的成效呢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是很容易蛀牙的 其中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牙口水不够 即牙口很干的人 那些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医学上也有一个叫做 口干的症候群 Dry Mouth Syndrome 学名叫做 Zero Stomia 什么情况之后会导致这些口干呢 通常饮食方面 或者有些药物 会导致这些副作用 也有一种症状叫做 Sugum Syndrome 一种自身免疫的问题 也会导致口干或者眼干这个症状 也有些人做了一些 腹射的治疗 之后后遗症 尤其是口肝、鼻咽癌这些问题 在辐射过程中破坏了口水线 这种人通常都有很多 会出现口干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 口水是帮助我们 不断冲走糖分 也帮助我们中和我们那些细菌做出来的酸 我刚才所说的很多酸性 所以当你的口肝缺乏了足够的口水的时候 通常蛀牙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平均一天平均一公升的口水 很多 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地 有口水就不断地烟吞口水 如果试试你有一次 完全不会吞口水 你会发现很快 你整个口肝都是口水 所以其实口水很重要 好了 在外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如果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如果那些人是不断去吃香口胶 或者不断地做一些东西 去增加口水的时候 很明显 他那个蛀牙的情况是会减低的 好了 那 除了这种的毛病 就是因为口肝的病 是导致蛀牙严重 要特别处理 另外一个研究在2000年 在美国的牙科学会雜誌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 其中他就向151位人士 是进行一个研究的 首先他就用一些消毒的 就是杀菌的浪口水 来到进行全面的杀菌 当然包括我们曾经所说的 这个Dreptococcal mutant 这个联酷菌的变种 这种菌 通常用一些叫做Clorhexidine 其实是一种杀菌的杀菌 其实很多市面上 你买到这些杀菌 其实通常都会有这种成分的 好了 他先用这些杀菌 就用它两个星期 不断用这个方法来浪口 将口看的所有菌 杀菌 然后浪一浪 就是人家口里面 做了这样的步骤之后 还有多少菌在里面呢 最近在电视广告也有的 也有听过 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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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谓消毒、杀菌的步骤 然后三个月之后再重复这个测试 当然在这段期间 有一些人就叫它去咬香口胶 有些是含有木糖唇的香口胶 也有些是用水泥唇的 Sorbital的香口胶 也有一组人是完全没有吃香口胶的 三个月之后 当然我们没有吃香口胶那一组 或者只是用Sorbital的香口胶 就是水泥唇的香口胶 发现它的菌是回复它未曾杀菌之前的水平 但是如果用Sylital的组人 它发现它口腔里面的这种菌 只不过是回复它之前 杀菌之前的三分之一的水平 就是很大分别 就算你首先帮你处理过 杀菌之后 其实都不够 它都会自己删除了用Sylital的香口胶的人 就真真正正令到它的菌 本身来说是不可以再剩下三分之一的过去的水平 好了 这个研究很久之前 现在是2001年了 差不多十二年前的事 但是这个资料其实是不是很多人知道呢 坊间是不是很多人知道呢 可以这么说 医学会里面都很少说的 除了一些买香口胶的公司 要推施香口胶 都会做这些广告的 但是你看到官方的资料 很少说这个事实给你知道的 好了 我刚才所说 为什么你会有蛀芽呢 就是这种菌 这种菌会生疼代謝的过程里面 会产生一种酸 一种酸 就会把你腐蚀你的牙齿 保护发狼质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 原来有另外的原因 是为什么这些菌会导致蛀芽 原来在发酵过程之中 这种菌是会将一些 糖分呢 或者最重要的是 那个蔗糖呢 是发酵成为一种乳酸 那这个呢 就会导致了 那还有一个呢 它将我们里面那个 有些这样的 多糖的那些物质呢 是成为一种很黏性的 就是好像一种胶 那样的 那你知道了 有酸再加上胶 那就黏了我们 那个牙齿的表面呢 那就是 不断地来到腐蚀我们 那这个是导致呢 那就是我们的蛀芽的原因 那就是说呢 这个木糖 这种这样的菌呢 是可以制造一种 这样的有黏液的胶 是会 会腐蚀我们的 好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那这个木糖醇呢 是可以减低那些坏的菌 那就是streptococcus mutin 这个肢长之外呢 其实呢 它也都会是助长其他那些菌呢 是生长的 就是始终呢 地盘这样 如果这个地盘呢 有很多些菌霸佔了在这里的时候呢 那变成了呢 那些好菌呢 就生不了了 那如果你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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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ococcus mutin呢 这种 这样的 导致 蛀芽的菌呢 是消灭了之后呢 那这个地盘 空了之后呢 有其他那些益菌呢 或者其他那些 就是就算不是益菌也好 其实它不是导致你蛀芽的菌呢 是可以呢 就是可以成长得很多 那就是说呢 就是你将整个 那个口腔的菌组呢 那个环境呢 是改了的 袁医生呀 那BB和小孩 他不懂得咀胸口胶的 那这样呢 可以不可以 你都知道BB的啦 小孩是妈妈的 拿营养的嘛 喝他们的仁奶 那可不可以 妈妈帮他吃了呢 那一般来说呢 你想一想 好像觉得 行不行 那原来呢 很有趣 在芬兰这家大学 University of Turkey 也在这方面做过一个研究 那到底 可不可以 孕妇呢 可不可以 做一些事情 是令到那个BB 保护到BB呢 好了 那他当时呢 就召集了169位孕妇 那这些孕妇呢 是他们早期呢 都是这一类的 strap mutant 这种这样的菌呢 都比较高的 即是高水平的 那于是乎 由你班开始 就将分三组人做过研究 那本身都是高的 这些这样的柱牙的菌是比较高的 那第一组呢 就是我们就用那个木糖唇的组 那这样 那这些人呢 那这一组的女人的孕妇呢 就给她吃那些香口胶 照这些木糖唇的香口胶 那叫她呢 就每天呢 就是起码召她两次到三次一天 那通常是做大概两年左右的 OK 那怎么开始做呢 当她生了十元仔之后的三个月 即是出了世之后 嬰儿子生了之后呢 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做这些 一天呢 就是咬香口胶 两次到三次做两年 好了 另外一组呢 就用这些这样的杀菌的方法 就是大家都听过 有些人呢 就会定期去牙医那里 去查一些杀菌的物质 那些叫Coat 其实她用了一种叫Clohexidine 这种这样的Varnish 就是浸一针的保护膜 来预防它 好了 那这一组人呢 就是生了BB之后 第六个月 第十二个月 以及第十八个月 都会做这些这样的 就是查这些杀菌的牙膜的 这样的 那这样 那这种的方法呢 这类Clohexidine 其实已经有了成四十年历史了 那我们很多的掃口水 去牙医那里 去做这些这样的保护步骤 其实已经很历史了 好了 那就是这个第二组 那第三个组呢 就是用佛的组 那我知道佛长期以来 都是用佛呢 是帮助我们防止蛀牙的 那也都佛呢 佛呢 可以牙医可以帮你查的 知道吗 可以涂在那个牙齿的面那里 好了 那生了BB之后呢 第六个月 第十二个月 以及第十八个月呢 都是用去牙医那里做这个 做这个的步骤 那这种枯这种呢 就可以令到 就是理论上呢 可以令到你那个 发浪质是比较硬一些的 那就是 令到你呢 是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蛀牙的 那我们我知道了 我们很多的食水里面呢 其实本身呢 都有这些枯加了下去的 那但是结果 这个枯呢 就不是用来杀菌用的 只不过呢 是令到你呢 理论上呢 是令到你那个 发浪质比较加厚 就是用这种的方法啦 的三组人里面 的结果是怎样呢 他发现呢 他说呢 用那个杀菌的牙膜 这个人呢 他发现呢 这种这样的 嬷仔 讲讲嬷仔那里呢 他这种的 蛀牙的菌呢 是差不多呢 每三个小孩有一个呢 就已经有了这些 这样的菌了 就是定时来到帮爸爸 帮帮妈妈来到杀菌的 因为大家假设呢 其实妈妈 和嬷仔的关系呢 传播这些菌的机会 很大很大的 不要说大家疼 就是有时嬷仔 妈妈都会疼那些小朋友的 就是咀咀咀咀的 那么那么亲密的接触呢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 那些菌是 应该是可以传播得下去的 那用这种这样的 用chlorhexadine 这种这样的情况呢 三个有一个嬷仔呢 是结果会有的 那但是呢 如果是用那个香口胶呢 用那种沙拉糖香口胶的 10个10元里面呢 才有一个会有的 OK 好了 那用食菇 用菇那个呢 菇那方面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因为菇呢 那个flora 是不是阿里萨菌的嘛 它只不过帮助那个妈妈 那个发浪质比较厚些 让她妈妈本身呢 就不会那么容易蛀牙 而已 但是菇是不会将你的口腔 这些这样的菌呢 那个strap mutant呢 是消灭了它嘛 那所以你也看到呢 那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好了 那它跟着呢 这些小朋友呢 是继续跟进的 跟进到他成五岁那么大的 OK 跟进成五岁那么大的 那发现用菇 啊 用那个chlorhexidine 杀菌那个 那些小朋友呢 那些小朋友呢 那妈妈呢 是完全是 没什么 没什么持久的帮助的 但是呢 是吃香口胶的那个呢 这些小朋友呢 发现呢 它保护那个时间呢 是差不多去了成五岁大呢 那个效果仍然都在 OK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那个分别是多大 是不是 如果小朋友要去注牙 去看牙医啊 去做牙的手术 那么那么多危险的风险 但是我们只要是很简单 叫妈妈呢 是自己多些 这些最后的香口胶 那甚至乎呢 小朋友带到这么多下呢 其实都可以的 那当然呢 我知道呢 小朋友持有香口胶呢 经常很害怕 又会吞香口胶啦 那我其实呢 就算吞到香口胶呢 其实没什么所谓的 香口胶都会摔出来的 它不会黏了到那个 那个食道那里 因为食道里面 很多散的 很多这些这样的 润滑的那些物质在那里 那所以你不会说呢 吃了这些香口胶之后呢 你就黏了下去 要开刀才拿出来 那所以其实都不用担心的 那当然呢 除了香口胶之外呢 有些糖果呢 或者那个牙膏呢 是不是呢 都有很多这些这样的成分的 袁医生啊 那你知道啦 蛀牙是有病菌那里引起的嘛 那这样呢 如果我和另一个有蛀牙的人亲吻 那我会不会得到蛀牙呢 是啊 那听起来好像有多荒谬 就是说 连那个蛀牙都会传染的 那其实呢 那是真的会的 那我曾经所看到 就是妈妈和BB之间的 就是那个接触 是很多时候呢 是令口腔那些菌呢 很容易传播出去 那如果成年人的 就是亲密的接纹呢 其实一样是可以呢 是令到对方是蛀牙的 就是可能平时没有的 那因为呢 传播了这些这样的细菌呢 是导致它有蛀牙的这个问题出现了 袁医生啊 那我们吃香口胶 一天吃三次 那怎么说一次要吃多少才有效呢 那其实他们的研究都很清楚看到呢 但是他说呢 我们进用量呢 那个我们叫做 那个木桃唇呢 每日大概用4-12克 4-15克 这样的 那已经足够了 那其实一般的香口胶呢 一片香口胶呢 大概有一个克 那就是简单来说呢 你每日吃香口胶呢 4片到12片咯 那其实这个咬多久呢 其实不用咬很久的 那咬它几分钟 然后三四分钟就够了 因为知道了 很多这些糖呢 咬几分钟其实没有了味 那所以呢 简单来说呢 如果你能够 如果你当做香口胶呢 其实很多方面的 那起码一日三次最好 那如果能够做到一日五次呢 其实呢 是更加有效的 那时间就不用那么久 就是总之咬到你那个味道都没有了 因为厨厨是糖来的嘛 是吧 那咬到你那个糖味都没有了的时候呢 那你就已经是足够了 那就是三五分钟就足够了 会不会用过量的 是啦 那有时候都会想一下 那但是记住 我跟你说说呢 这种的木糖醇呢 是一种天然的物质来的 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代謝里面 也有自己会制造 那很多食物啊 蔬菜啊水果啊 那些食物里面其实都有的 那所以 就是你会吃到几大才会出现问题呢 那这样 那他的研究呢 如果你真的要有些所谓一些 有些不适的或者副作用呢 你吃的份量很大的 差不多呢 每一餐要吃二十个gram 可以这么说呢 是六十个gram一日 就是比你平时用的份量很多的 那所以有些什么副作用呢 有些敏感的人呢 可能会有少少少轻微的肚射 但是如果你是继续用下去呢 时间用了之后呢 其实呢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会慢慢的 会去适应的 因为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开始用一些所谓叫做 天然的代糖 那可能的份量那方面呢 如果食得多呢 就会有少少轻微的肤射这个情况 会出现的 哦 原医生啊 那原来这么普遍的柱芽这个问题 可以用一个这么简单的木糖醇 就可以搞定了 是啊 自然间是要充满的 我们的身体需要的答案 那今天的时间又到了 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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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com.hk